金馬獎 金馬獎是所有引人們的憧憬 當然也是所有演員們的美夢 亮著太遙遠的彩虹 唉唷 是喔 我要唱歌囉 今年的金馬烏酒 除了得獎者受到矚目之外 主持人謝英軒 表演者阿令與李久哲 還有許多頒獎人也留下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首先呢 我要先恭喜你 入圍最佳新導演 謝謝 謝謝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跟柯導合作一下呢 其實我真的當導演之後 我真的最想合作的演員就是你 嗯?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如果能以導演的身份跟你合作 然後讓你在退休前入圍 你出到二十幾年來都沒有入圍的金馬獎 我會非常榮幸 黃靖 黃靖 你有入圍過最佳新人嗎 沒有 喔 我也沒有 還有就是我看了一下 今年的男主角的入圍名單 然後我就知道 然後我就知道 我是大概沒有機會上台 可是有點遺憾 我連頒獎 都是頒這個男配角 好 你要不要上來跟我頒獎 蛤? 我會帶著這匹馬 請他們喝酒 我會帶著這匹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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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